大家好,我是小猪,这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桥口区 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日本人在武汉开的一个商场 是什么样子的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走进来了 这个商场我也是第一次来 但是走进来之后 感觉和其他的商场不一样 因为在国内我去过很多的大商场 比如说万达 像什么那种大商场我也去过 但这个商场跟别人的感觉 真的是不一样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走进来 这个商场的话 这个人气还是挺多的 现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刚刚看了一下 每家店里面生意都还挺好的 特别有一点 这个商场的话非常的人心化 它在这个修宪区 放了很多休闲的凳子 就是你在这边逛街 购物也好 然后在这边玩也好 玩累的话 随时有地方可以坐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地板 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非常的干净 不得不说日本人 对商场的装修建设的 卫生方面还是搞的蛮好的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边又有这个修宪区 旁边还放了茶几 光累了 购物够累了 可以在这边休息 现场可以说人山人海的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现象 感觉这个日本人开这个商场 开这个超市 它里面这个吃的也好 用的也好 感觉特别受这个人们这个喜欢 我刚刚走进来 发现它这个做吃的 每家店里面都是人山人海 生意特别的好 包括这些百货 生意都挺好的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左边这边卖什么蛋糕的 然后这边卖什么冰淇淋的 还有前面 看到没有 各种各样这个卖吃的 生意都好好 外卖小哥在这边取餐 哇塞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人流 这座的 好多人在这边吃饭 做的满满的 哇塞 生意真的是好好 前面的话 就是日本人开了一个超市 里面的话也是百货水果 水产应有即有 看到没有 超市里面人也是挺多的 好多人 看到没有 每个做吃的里面都是人山人海的 这么受欢迎 这边这个店在搞装修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要是做吃的 生意都特别的好 这边还有翻牌的 看到没有 这个吃的门口 还有在这边排队的 哇塞 难道他们这边做的小吃好吃吗 看到没有 每个桌子上面都做的满满的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好多都是托家带口的 在这边吃东西 刚刚在这里面一路逛过来 发现他这里面 人气的话 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特别是吃的 每个店里面都是人山人海 特别的多 然后感觉他这个商场 真的是与众不同 首先卫生搞的特别的干净 然后的话 他这个标示特别的清晰 比如说上厕所 他标的特别的清晰 不像有的大商场里面 他就搞一个土标 一个用字母 好多人他都不认识 你看他人流 人山人海的 说实话 他这个服务的话 搞的挺好的 到处都有休闲 这个区域 有随便坐的这个位置 有休息的位置 然后我刚刚去了 他这边这个厕所 特别的话也是 厕所也是特别的人性化 老人小孩的 还有这个妇女的 还有那个母婴室 都是分开的 然后厕所里面也是搞的特别的干净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在地板里面 看到没有 一层不染 前面的话有一个茶圆月色 茶圆月色的话也是比较忙的 看到没有 也是出现了排队 旁边的话有一个这个 看到没有 日料管的 看到没有 看里面是这个日料人多不多 人还挺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里面那些坐了好多人 总体来说 这个商场对我的感觉就是 还不错 说实话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里面这个人流 真的是超级的多 然后这个服务也是特别的好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去日本商场 去购物过呢 欢迎在评许给我留言